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 凤凰台上兄妹CP感十足 流水迢迢提前上映 谁懂这对兄妹的CP感啊 看着照片已经能脑补出一场大戏了 凤凰台上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由任嘉伦主演 有网友表示 任嘉伦与陈奕涵的默契十足 他们的表演让人感到非常有共鸣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着他们的剧照 已经让他们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甚至有人直呼 谁能理解这对兄妹的默契啊 任嘉伦和陈奕涵的配合 让观众们对凤凰台上充满期待 相信这部剧 一定会给观众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 凤凰台上改编自谢楼南的小说 《我的皇后》 讲述了一个关于全谋与爱情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皇帝萧桓和女主角林苍苍 他们的命运交织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与江湖之间 萧桓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帝王 但他心中却有一份对江湖的向往 他化名白驰帆 在江湖中行走 与各路豪侠交流 体验不同的人生 他在江湖中学会了风度翩翩 豪气甘云 也体会到了江湖险恶 尔虞我诈 然而 他始终无法忘怀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他背负住无比沉重的使命 而林苍苍泽是一位出身江湖的侠女 他聪慧勇敢 心地善良 拥有一身武艺 他在江湖中遇到了萧桓 两人互生情愫 然而 命运却让他成为了萧桓的未婚妻 这使得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朝堂的争端之中 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中 萧桓和林苍苍既是盟友又是对手 他们在政治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目标 但在爱情上却无法割舍对彼此的情感 他们经历了许多考验和困难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挑战 故事中充满了权力斗争和情感纷乱 萧桓和林苍苍在这其中穿梭 展现出各自的坚强和柔情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爱与权力之间的挣扎和抉择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凤凰台上通过这个故事 向人们展示了 权谋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平衡 以及人性在风雨飘摇中的坚韧和美好 这对CP的剧照 确实让人充满期待 看来这部戏肯 定会引起观众们的热烈讨论 从剧照中可以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织和戏剧张力 这样的互动设置无疑会让剧情更加精彩 或许这对CP将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感情与战斗并存的大戏 让人期待不已 希望这部戏能够尽快和观众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的表演吧 任佳伦和陈亦涵的合作受到了网友的高度期待和赞赏 他们在古装剧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这对新鲜的荧幕CP让观众们对他们的化学反应充满期待 相信他们的合作一定会带来惊喜 希望这部古装剧能够再次展现任佳伦和陈亦涵的演技和魅力 成为观众不容错过的精彩作品 网友们对于这对兄妹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 他们将这对兄妹塑造成了戏剧性的角色 妹妹是天之娇女 嚣张跋扈 而哥哥则是心迹深明 大意凛然 对妹妹却又无限纵容 他们在想象中演绎着一出出精彩的戏码 妹妹是个骄傲的人 她自认为自己是家中的宝贝 所以总是嚣张跋扈地对待身边的人 她喜欢在家里横行霸道 任性任意 而哥哥则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 她明白大意凛然 对于妹妹的任性嚣张 她总是忍让住 包容住 剧本中 他们之间的纠葛 争执 包容和成长 都被网友们想象得栩栩如生 他们或许会在某个场景中 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或者在另一个场景中 展现出彼此之间深厚的情感 无论是哪一种情节 都让人为之动容 这样的剧本设定 让人不禁想起了一部部家庭剧中那些温馨感人的情节 兄妹之间的情感交错 让人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力量 他们或许会在欢笑中共同成长 在争吵中找到彼此的共鸣 在包容中学会理解 这对兄妹的故事 或许不仅仅只是网友们脑补出来的一场大戏 它更像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家庭中正在上演的故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 而这对兄妹也在每个人心中拥有着不同的故事版本 无论是怎样的版本 这对兄妹的故事都将会是一部温馨感人 充满力量的剧本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 看到他们在生活中演绎出更多精彩的场景吧 02 流水迢迢提前上映 让观众们对古装剧充满期待 这部剧以唐朝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权力和复仇的故事 剧中的角色们形象生动 剧情跌宕起伏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从服装到剧到场景不景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精湛记忆 剧中的武打场面更是精彩绝伦 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这部剧的提前上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观众们纷纷表示期待能早日欣赏到这部精彩的作品 不少人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对剧情和角色的热烈讨论 甚至有观众自发组织起来 计划在首播日举办关剧派对 一同分享对这部剧的喜爱和感动 流水迢迢的提前上映 无意为古装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观众对于古装剧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希望这部剧能够在观众中获得广泛的喜爱和好评 成为古装剧新的巅峰之作 流水迢迢提前上映 古装大戏撩人心 秋风送爽 惊喜连连 古装魅力让人陶醉 网友期待满满情更深 这是一部让人期待的古装大戏 流水迢迢提前上映的消息 让观众们感到非常兴奋 这部戏剧以其精美的古装和动人的剧情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秋风送爽 正是观赏这样一部古装剧的好时机 观众们纷纷表示 他们对这部剧的期待是满满的 并且相信这部剧会带来更深的情感共鸣 流水迢迢地提前上映 让人感到惊喜连连 这部剧将带来古装魅力的全新展现 让观众们沉浸其中 感受古代的美好与深情 网友们纷纷表示 自己对这部剧的期待是满满的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欣赏这部古装大戏 可以预见 流水迢迢将会成为观众们心中的一大惊喜 这部剧将以其精彩的剧情 和精美的古装设计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让人们陶醉其中 沉浸在古代的美好之中 这部剧提前上映 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让观众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欣赏这部被受期待的古装大戏 任嘉伦和李兰迪的演技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任嘉伦在古装剧中的表现总是让人惊艳 这次再次演绎皇帝角色 表现出色 他将帝王的情感演绎得十分到位 让人感同身受 这位古装剧中的帅气皇帝 绝对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令人赞叹不已 李兰迪也是演技精湛 将角色的魂魄眼活了 让人难以忘怀 这部剧因为他们的精彩演出而更加精彩 再说说李兰迪 他在剧里的古装扮相 清新地就像刚出水的芙蓉 和任嘉伦站一块 那CP感简直了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就像那河水悠悠流 缠绵又长久 看得人陶醉又享受 这部剧 就像是把儒家的书卷器和江湖的洒脱劲 巧妙地揉在了一块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来了个完美的混搭 让人既能感受到文化的底蕴 又能体验到江湖的热血 流水迢迢的热播 让观众们纷纷津津乐道 剧情跌宕起伏 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网友们纷纷跟随剧情的发展 情感上也随之起伏不定 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 感同身受 这部古装剧 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剧中角色的爱恨情仇 生死离别 无不触动人心 观众们在剧情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悲伤 仿佛置身其中 与角色们一同经历着情感的洗礼 流水迢迢的提前上 印给了观众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让人无法抗拒地投入到剧情中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 讨论剧情的发展 分享着自己的关剧心得 彼此交流住对剧中 角色的喜爱与感动 随着9月的来临 流水迢迢将成为古装剧市场的新宠儿 引领一波新的关剧热潮 观众们将继续跟随剧情的发展 期待着每一集带来的新惊喜和感动 这部剧给观众们 带来了无尽的情感共鸣 让人流连忘返 期待着更多精彩的剧情呈现 流水迢迢的成功 也对古装剧市场 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让观众对古装剧 充满了期待和热爱 这部剧 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更是一次对观众情感共鸣的深刻体验 期待着流水迢迢 能够持续为观众 带来更多的感动和震撼 成为古装剧市场的璀璨明珠 看旁公司碳 从词